这好比是一只河马,在干雕琢首饰的戏伙,斯大林正有这个特色。 有时来的是完全另一类性质的招募人员,俄国人,通常是不久以前的红军政治指导员,白卫军分子是不去干这种事的。 招募人员在战俘营里召开大会,咒骂苏菲亚政权,号召报名上间谍学校或去弗拉索夫的部队。 谁没有像我们的战俘那样挨过饿,谁没有嚼过飞进集中营的蝙蝠,主持过救鞋掌,谁就未必能理解每一声召唤。 每一个论据具有多大的不可抵制的物质力量。 如果在他的后面,在战俘营大门外,行军火防正冒着烟,每个同意的人马上就能用粥填饱肚子,即使是一次,即使一生中还有这一次。 但如果,除了冒着热气的粥以外,在招募人员的召唤中还有着自由和真正生活的幻影。 不管他号召到哪里去,到弗拉索夫的营里去,到克拉斯诺夫的哥萨克团里去,到劳动营去,用混凝土修筑未来的大西洋壁垒,上挪威的峡湾去,到黎巴嫩的沙漠去,去当西围。 德国国防军志愿驻,最后还可以去当乡村的围警,去围捕游击队员。 不管他召唤到哪里去,不管上哪里去都行,只要不在这里像被忘掉的牲畜那样倒闭在地。 我们把一个人弄到了脚蝙蝠的地步,我们自己不仅撤销了他对祖国的任何义务,而且也撤销了他对人类的义务。 那些从战俘营被招募到短期间谍培训班去的小伙子们,还并没有从自己被抛弃遭遇中做出极端的结论,还做出非常爱国的行为。 他们认为这是逃出战俘营最核算的方法,他们几乎人人都这样设想。 只要德国人把他们派到苏联方面去,他们马上就向当局自首,交出自己的装备和指示,同指挥官们一起把愚蠢的德国人嘲笑一顿,穿上红军制服,抖擞精神回到战斗队伍中去。 请说说看,按人质常情而论,谁能期待不同的情况呢? 怎能不这样呢? 这是一些淳朴的小伙子,我见过很多。 长着憨厚的圆圆的脸,说话带着使人发生好感的维亚特卡或弗拉吉米尔的口音。 他们兴冲冲去上间谍学校,只有乡村学校四五年级的文化程度,并且没有使用罗盘和地图的任何技能。 这样,好像他们所设想的自己的出路是唯一正确的,好像招募这些人对德国指挥部来说完全是一个既浪费又愚蠢的举动。 其实不然,希特勒正是与他的大国兄弟配合行动的。 间谍狂是斯大林丧失理智的基本特征之一。 在斯大林看来,他的国家里间谍成群,所有住在苏联远东的中国人都得到了间谍罪条款58条6,被关进北方的劳改营并在那里死绝。 参加过国内战争的中国人,如果没有及时地溜至大吉,也都遭到同样的命运。 几十万朝鲜人全被怀疑是间谍而放逐到哥萨克斯坦去。 所有出过国的,在国际旅行社的旅馆旁,放慢脚步的,被照进有外国人面孔的相片中的,或者自己拍摄过城市建筑的苏联人,都被指控为间谍。 所有滞留在苏联的为数不多的外国共产党人,所有大大小小的共产国际人员,不区别个人情况,一股脑首先被指控为间谍行为。 对拉托维亚的步兵,革命初期年代最可靠的武力,在1937年把他们全部关进监狱时,也都指控为有间谍行为。 斯大林好似把风骚的叶喀杰林娜的一句名言翻转过来,并加以扩大了。 宁可错杀999,绝不能放过一个真正的间谍。 所以怎能相信那些确实在德国侦察机关的手里待过的俄国士兵呢? 所以当成千上万个士兵,从欧洲蜂拥而来,并且不隐瞒他们是自愿应募的间谍使,国家安全部的柜子手们感到多么轻松啊。 最最英明的人的预言,得到了多么惊人的证实。 来吧,来吧,傻小子们,条文和报酬早就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 这里事宜于提出一个问题,毕竟有这样一些战俘,他们没有去应募任何征兆,也没有给德国人做过专业方面的工作,没有当营警,整个战争时期蹲在战俘营里不露头,而终于没有死去。 虽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例如像电工工程师尼古拉·安德里耶维奇·谢苗诺夫,和菲尔多·菲德罗维奇·卡尔伯夫那样,用金属废料做他火机,靠此增加的食物。 难道祖国也没有原谅他们当了俘虏吗? 没有,没有原谅。 我认识谢苗诺夫和卡尔伯夫是在布迪尔卡,那时他们已得到了自己合法的多少? 机灵的读者已经知道,十年加五年的戴龙口。 他们是出色的工程师,但是拒绝了德国人让他们做专业工作的建议。 谢苗诺夫少尉1941年是自愿上前线的,在1942年他还没有手枪,只有个空枪套。 侦察员不明白为什么他没有用枪套自杀。 他曾三次从战俘营逃跑,1945年从集中营被解放出来以后,他作为受惩戒人员坐进我军的坦克,拿下了柏林,因此得到了红星勋章。 只是在此以后,才最终给关进监牢,并给了刑期。 请看,这就是我们的莫尼西斯的镜子。 战俘中,很少有人能作为一个自由人越过苏联国境线,如果在盲乱中给漏了过去,那后来也会被抓起来。 即便是在1946到1947年,有一些是在德国境内的集合战上逮捕的,另一些似乎并没有被捕,但从边界就被装上了货车。 在压界之下,运道分布在全国为数众多的甄别审查营中的一个区。 这些甄审营和劳改营没有什么区别,除了安置在里面的人还没有得到刑期,因而必须在营里得到他这一点外。 所有这些甄审营都是有活干的,他们附设在工厂,附设在矿场,附设在建筑工地。 因此过去的战俘们从头一天起就可以投入十小时的工作日,同时也像他们曾通过铁丝网观看德国一样。 今天也是通过铁丝网观看他们时而复得的祖国,空余时间,黄昏和夜晚,就对被审查人进行询问。 为此在甄审营中配备了比一般多几倍的行动人员和侦察员。 侦察照常是从一个定论开始,既你肯定是有罪的,你就必须身在铁丝网之内设法证明是无罪的。 为此你只能接举证人,也就是其他的战俘。 而这些人则可能根本不在你的那个真身影里,而在遥远的省份。 于是,科迈罗奥的行动人员向索利卡姆的行动人员寄去质询。 那里的人便询问证人,并忌讳自己的答复和新的质询。 他又被作为证人加以询问。 诚然,为了弄清一个人的命运,可能要花上一年、两年。 但祖国与此并无损失,因为你每天都在采煤。 如某个证人,关于你做了不大好的陈述,或者证人已经死掉,那就怪自己吧,你的叛国罪马上就定案。 寻回法庭,当时就在你的十年判决书上盖戳。 如果不管怎样折腾,各方材料一致说明你似乎真的没有给德国人做过事,而主要是你没有亲眼见过美国人和英国人。 那么行动人员便决定你应受何种程度的隔离。 对某些人规定变更居住地点,对另一些人则体面的建议去干奥克拉的工作,即营内准军事警卫工作。 他好像仍保持着自由人身份,但却失去了任何个人自由,并要到穷乡僻壤去生活。 对第三类人则握手告别,虽然这种人因单纯地当了俘虏本应枪毙,但人道地把他放回家。 不过这种人高兴得太早,他的案卷赶在他的前面,经过保卫部门的秘密渠道已经到达他的故乡。 这种人反正永远不是自己人,因此在第一次大规模抓捕时, 如4849年,就会把他们按反俗宣传或别的适当条文关进监狱。 我同这样的人也曾一起坐过牢。 哎,要是我早知道啊。 这就是那年春天,监视里唱的一支主要歌曲,要是我知道,会这样迎接我,这样欺骗我,会有这样的遭遇。 难道我还会回到走国吗? 绝不敢,会闯到瑞士去,到法国去,到海外去,到大洋外去,到天涯海角去。 然而,当俘虏们即使已经知道了,他们往往也还会这样做。 瓦西里·亚历山大罗夫被俘后到了芬兰,某个老彼得堡商人找到了他,问清了名与复名后说, 我从一九一七年起,欠令尊一大笔款子,没有合适的机会偿还,现在对不起,请收下吧。 旧债,真是意外收获,亚历山大罗夫在战后被接纳进了俄国流亡者的社交界, 在那里还找到了一个他真的爱上了的未婚妻, 未来的岳父为了教育他,给他读了《真理报》的核定本, 从一九一八到四一年的全部报纸,不加粉饰和修改, 同时给他讲了大体上如第二章所述的个股水流的历史经过。 终究,亚历山大罗夫还是扔下了未婚妻和富足生活, 回到了苏联,并得到了很容易猜到的那种十年行期加五年的带笼口。 一九五三年,在特别营里,他高兴地抓住机会,当了小队长。 考虑周到的人纠正说,错误,早就犯下了, 用不着在四一年往前线钻,千不该万不该,就是不该去打仗, 应当从一开始就在后方安置下来,找个安安静静的活。 他们现在都成了英雄,还有当逃兵也不错嘛, 命一定能够保住,给他们的不是十年,而是八年七年。 在劳改营里,也不会从什么职务上被赶下来, 逃兵不是敌人,不是叛徒,不是政治犯, 他是自己人普通犯。 有人愤怒地反驳说,可是逃兵必须坐满这些年, 恕完这些年的罪,他们是不能得到原谅的, 而对我们很快就会有大赦,我们大家都会给放出去。 那些犯了第十分条,从自己的寓所或从红军里给抓去的, 甚至常常羡慕地说,真见鬼,反正同样的代价, 本来可以跟这些小伙子们一样,能看见多少有趣的事啊, 哪里不能走走呀,而我们就这样断送在劳改营里, 除了臭气熏天的楼梯外,什么都没有见到过。 兵哀声叹气地说, 哎,要是我早知道,不期待宽恕,不期待大赦的, 只有弗拉索夫分子。 还在我意想不到的和他们在监狱板铺上相遇的很久以前, 我就知道他们,并对他们感到困惑莫叽。 起初,这是一批淋湿了多次又晒干了多次的传单, 他们散落在敖辽尔前沿阵地上三年没有一割的长得很高的草丛里, 传单上有弗拉索夫的照片,还有生平介绍。 在模糊的照片上,那张脸似乎是保养得很好,很有福气的, 就像我们所有的新型将军们一样。 实际上并非如此, 弗拉索夫又高又瘦, 在清楚的照片上可以看到, 他更像是一个上了点穴, 戴上了脚趾筐眼镜的庄家汉。 这个福气在传记中好像得到了证实, 在横扫一切的抓人年代, 他出国去当蒋介石的军事顾问了。 但总的来说, 传单上的传记中的, 哪些话是可以相信的呢? 1900年生于夏诺夫格罗德省农民家庭, 在当乡村教师的兄长的照管下, 读完了夏诺夫格罗德宗教小学, 因发生革命而未能读完宗教中学。 1919年春, 应召加入了红军, 年末已是与邓尼金作战的前线上的拍掌, 内战结束时为连长, 作为干部留在部队。 1928年, 在射击训练班输训, 后在司令部工作, 1930年加入连共, 使他在职务上步步高升。 1938年, 以团长军衔, 被派往中国担任军事顾问。 因与军队和党的高层人士无甚瓜葛, 弗拉索夫成为顶替被载掉的军队, 军长、师长、旅长的斯大林第二梯队的一员。 1939年升任师长, 1940年, 首次实行新的军衔制使被赋予少将险。 根据后来的情况可以断定说, 在包含许多完全没有头脑, 没有经验的新上来的将军们当中, 弗拉索夫属于最有能力者之一。 他的第99步兵师, 原来是红军中最落后的, 现在被红星豹提作榜样, 开战以后也没有被希特勒的进攻打个措手不及。 相反, 在我们全县东撤时, 他却向西挺进, 夺回了佩列梅实力, 并且坚守了六天。 弗拉索夫很快跨过了军长之位, 1941年, 在基辅城下已经指挥着第37集团军, 他带领一支大部队从基辅的大口袋里突围出来。 11月, 接受了斯大林交给的第20军, 立刻突入莫斯科郊区的西姆基保卫站, 反攻至勒扛夫, 成为莫斯科的拯救者之一。 情报局12月12日战报中的将军名单排列为 朱克夫、列柳申科、 库子捏佐夫、 弗拉索夫、 洛克索夫斯基。 以那几个月的高速度, 他很快成为尔伯夫方面军的副司令员。 3月, 当为突破列宁格勒包围圈而轻率发动进攻的第二突击军 与后方失去联系以后, 接受了陷入口袋的该军的指挥。 最后的冬季道路尚可通行, 但斯大林禁止后撤。 相反的, 强迫危险地突入纵深的集团军继续进攻, 沿着已经化洞的沼泽地带, 没有集养, 没有装备, 没有空中支援。 军队经历了两个月的饥饿和死亡以后, 1942年5月14日, 德军发动了对被围困军队的四面进攻。 仅在这时开玩笑似的, 才接到斯大林准许撤回奥尔霍夫一线的命令, 还曾经进行过这种毫无希望的突围的尝试呢, 直到7月初, 弗拉索夫的第二突击军就这样覆灭了。 这当然是有对祖国的背叛的, 这当然是有残忍的叛卖行为的, 但这是斯大林的。 背叛不一定卖身投靠, 战争准备上的无知和疏忽大意, 战争开始时的惊慌失措与怯懦, 仅为拯救自己的元帅府而让许多军和集团军做无谓的牺牲, 对于一个最高统帅来说, 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背叛? 与萨姆索诺夫不同, 弗拉索夫没有自杀, 还在森林沼泽地里徘徊。 7月12日, 在西维尔区就府, 他很快就进入了设在文尼查的关押高级军官的战俘营, 那是由后来密谋反对希特勒的史陶芬贝格伯爵组建的。 弗拉索夫此后两年都是在持反对派立场的军人们的这种庇护下生活, 他头几个星期就和第41禁卫师师长伯爵斯基上校一起写了一份报告, 说如果德国承认新俄国的平等地位, 大部分苏联平民和军队都将拥护推翻苏维埃政府。 弗拉索夫的这个迅速的决定也许是受了他个人经验的影响, 他妻子的父母被当作妇农扫地出门了, 他表面上跟他们断绝关系, 暗中却在帮助他们。 现在, 他和儿子一到, 又成了背负将军新的举动的牺牲品, 不知从哪天起, 他们都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血盆大口里消失了。 手里拿着这张传单, 很难忽然相信这是一个杰出的人, 或者相信他为苏维埃政府忠实地服务了一辈子以后, 早就在为俄罗斯感到深深的忧虑。 至于后来的那些报道, 成立俄国解放军的传单, 不仅是用恶劣的俄文写成的, 而且还带着外国人的, 显然是德国的气味, 甚至对他宣传的事情本身显得无所谓, 倒是粗俗地夸要什么他们那边吃得好, 士兵心情愉快等等, 叫人不能相信真有这支军队, 如果他真是存在的话, 哪能有什么愉快心情可言呢? 只有德国人才能这样撒谎。 几乎直到战争结束, 实际上并没有存在过什么俄罗斯解放军。 这些年, 曾有几十万志愿驻战队员, 以完全的或部分的士兵身份分散边入各德军部队, 倒是存在过一些志愿反苏部队, 是由不久前的苏联公民组成的, 但由德国军官指挥, 最早支持德国人的是立陶宛人, 然后组成了一个乌克兰人的志愿SS师, 若干爱沙尼亚人的SS支队, 在白俄罗斯有对付游击队的人民警察部队, 达到十万人, 一个土耳其斯坦营, 在克里米亚有一个达探营, 德国人占领了我国南部以后, 志愿营的数量又有增加, 格鲁吉亚亚美尼亚, 北高加索各有一个, 卡尔梅克人的志愿营有十六个, 大约有一万五千来人的哥萨克马车队, 跟着德国从顿河撤退, 其中一半人是能拿枪的, 1941年在洛克齐附近, 德国人还没到以前, 当地居民就把集体农庄解散了, 武装起来对付苏联游击队, 1942年建立了自治州, 有一支两万人的武装部队, 自称俄罗斯解放人民军, 然而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全额性的解放军, 尽管对此有过一些幻想和企图, 他们来自给予拿起武器解放本国的俄国人自己, 也来自一批德国军人, 他们影响有限, 处于中等职位, 但有现实的眼光, 认为靠希特勒的狂暴的殖民政策, 不可能打赢对苏战争, 这些军人当中, 不少是波罗的海沿岸的德国人, 其中,也有曾在从前的对俄部门服务过的, 对俄国的情况有特别清晰的感觉, 如施特里科, 施特里科·菲尔德大卫, 这一批人, 徒劳的力图说服, 希特勒当局上层人物必须建立德俄联盟, 军队的名称, 未来的条例, 逢在德军制服上的秀章, 安德烈底色, 带着评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